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什么旷男怨女 你不觉得那事情更大条了吗 好 你长期看我们节目里面来讲 如果有一个人走的时候 他心中的怨念很深 尤其深到在节目里也提到说 可以请黑令旗啊 类似这些的时候 好 那他会有阴魂不散离的情绪 他是不是真的是要找一些报复呢 好 除了这个以外 有一些是不是因为 生前的一些愿望没有完成 他也流连忘返 然后希望能够完成最后一些愿望 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些事情呢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我们来看看 如果愿念真的很深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一些状况 那如果愿未了呢 又该怎么办呢 好 一开始我们为您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桌子边第一位民俗专家 谢云锦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俗专题记者赖正凯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知识理医师洪玉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知识护理师陈丽华 大家好 好 那如果要讲说 有没有真的愿念很深 然后生前发生一些 不平的一些事的话 郑凯 这个是在2020年的时候的一个事情 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女子 她后来是附身在李医师身上 当时是这个马来西亚的邓姓女子 她在台湾工作25岁 她就莫名的消失不见 家里找不到她 她的这个工作环境的同事也找不到她 也没来上班 所以她就开始去搜寻 然后找到她在台湾有一个表哥 然后就问一下 警方就问说这个表哥 说你知道你表妹去哪吗 那表哥就说我也不知道 后来警方就开始去调查 这个女的她的背景很单纯 也没有跟人结怨 也没有财务 也没有情感 什么都没有 怎么可能莫名消失 所以她就进一步问这个表哥说 那你想想看表妹之前 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些奇怪的话 她就开始想想想 她才说 她表妹有一阵子跟她说 对面的邻居常常骚扰她 然后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 例如说你想来我家洗澡的话 你就直接开门进来 我家门没有锁这样 谁会没事约一个邻居去家里洗澡 当然 而且又是个男的 那个姓林 一个45岁的灵性男子 所以警方马上瞄头 就找到这个灵性男子 就灵性男子呢 遇到警方一来呢 他的反应非常的抗拒 甚至还跟警方呛吓说 你有证据再来找我 那警方就摸摸鼻子走嘛 但也相信说这个人应该有问题 就掉监视器 一掉监视器就发现说 这个女生邻姓女子 在失踪的这段期间 他的户头有被人领走一万块 而领走的是一个男生 但脸没有拍很清楚 他的腰间挂了一个钥匙圈 第二段监视器是啪笑 这个灵性男子有一天晚上 莫名的拿了两个大纸箱 跟三个大的塑胶带 黑色塑胶带回到家里 重点是这个灵性男子的腰间 有挂一个一模一样的钥匙圈 那警方就马上跑去 灵性男子家中 中杀嫌疑嘛 就一去家里 家里他已经不见了 手机也关机了 结果在他们家的浴室里面就发现 检验出地板上有大量的 这个邓性女子的血迹反应 还有他排水口有大量的血流过 这个痕迹 所以警方心理由谱 就开始用GPS定位 跟监视器去追追追 追到这个男的呢 有开车到这个基隆外木山那一带 好灵疫的事件来了 他们在外木山怎么找 就是找不到任何的相关市政 警方就从山区一路找到海边 但就在他们往海的方向走时 就有一阵风吹过来 就有警察先闻到很浓的湿臭味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有有尸体很浓很简单 但他在外木山 警方都觉得很怪 就跟着这个风 再从海边慢慢走回去山区 拿望远镜在下面找 就发现 在这个底下有一个 纸箱的一个痕迹 就垂降下去 就发现了尸体 他就是这个尸体在下面 然后已经被肢解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证物 都用黑色塑料袋包起来 然后随后呢 他们在捡这个尸块的时候 有一个离公司的这个葬营社的人员 一个男的很壮 他在捡捡捡 他突然间就放声尖叫 但他的声音是已经变成女生的声音 然后还不停地在哭 那另外这个离公司的同事 有经验的长辈看到之后 就马上拿禁服 因为他们身上都会带一些禁服 就烧一烧然后念咒 那个男的就突然间就昏睡过去 醒来也不记得什么事情 后来在调查的时候呢 这个早早找 就后来发现这个灵性凶险 算已经是凶险了 他进行跑去人家家里 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家里 空屋里面就轻生了 他可能是畏罪 所以至今为什么要犯下这个案件 动机不明 可是警方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 他们在调查这个过程中 还不知道这名邓姓女子生死的时候 邻居都说 他消失了 可是我一直听到他家有传来 他在哭的声音 还以为是跟男朋友吵架 但其实他是说警方就算一算 他其实那个时间点应该已经过失了 对所以这个过程中 就像刚刚讲的 阴魂不散的很多案例 非常的多 OK 万末川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你从高速公路下 高速公路下从基隆那个地方 你要往那个万里金山 大概中间那一带 那一带 尤其靠海边那个地方 海风非常非常强 如果照正在刚刚讲说 就算一个是被摆在那个 那有很多的一些山谷 你要在那里闻到 那要距离很近啊 要不然的话 你很难想象说 在那个地方会闻人到 不过尤其刚刚讲到说 那个殡葬业者 那个李医师 然后突然之间大哭 余婷你们是会常碰到这种事吗 那要看体质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也是 每天在接触这种环境 所以我们平常那个包包 我自己啦 我自己包包都一定要戴那个护身服 而且我带不只一张 就是随便他就有三张 好 那一般来说我们在就是处理这个命案现场 每天都在碰嘛 我们就是都是一定要尊重往生者 你只要就是抱持着尊重他 然后来服务他帮助他的心态 还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那个李医师呢 除非他也不太可能说在那过程当中 想一些什么样轻蔑的话或什么 没有 有可能 有可能是体质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他运势比较低的话 因为每个人十年大运嘛 如果他胃比较不好 运势刚好在比较低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发生事情 那像前辈都会教我们 就是在处理这种 特别这种是冤案啊 这种命案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 甚至护身服不是放包包 是放在身上 然后再去再去处理 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个童叶 他就那个时候 他是去清理那个现场的 然后因为这个往生者呢 他是一个女生 然后他是 而且他是穿红色的衣服 他可能就是心里面的怨念非常的深 然后可能会变成厉鬼这样子 好 那那个童叶呢 他去清理的时候 一开始进去都没事 就是正常工作这样 但是等到他男朋友到 就是这个女生的男朋友 到了之后 那个童叶 我们那个童叶 他就开始变了一个人 样的 然后就变成 他是一个大男生 可是他就变成女生的声音 然后就对着他那个男朋友 然后就说 你怎么可以 就是他声音很高 不要 没有女人的声音就可以 对 OK啊 他声音很高 变很高 他就说你怎么可以 就是对不起我 你怎么可以变心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这样 然后还动手 就是他用指甲要去抓他 然后大家就要去把他拉开 然后还有就是一起去服务的礼仪人员 就是被他抓伤 后来是三个礼仪人员 把他嫁 硬把他嫁去庙里 然后请师傅帮忙 那个统叶才慢慢慢慢的恢复正常 可是玉婷像你戴的那些服那些 像刚正凯讲说在现场 可能大家多少身上都会有这些禁服 或什么 所以像发生那些事情 你们也会把服要拿出来吗 会啊 拿出来 大家都会拿出来贴 贴头上贴什么什么 没有 没有我就有用过啊 就是就是面对 然后这个服面对他 然后或者是烧啊 那个阴阳水 然后把它用成净水 然后撒 撒净啊 撒 撒 撒 还要念一些咒语 这就要问老师了 可是你自己有碰过 也用过像这样一些符咒在现场 对 但你们对这些不会因此会担心或害怕 或我转行好了 不会 其实这还是要看体质 就是就像刚刚会也是讲的 我的体质算是比较不敏感 但是我其实有同事 体质是非常敏感 他那时候一进这一行就 其实不堪其扰 他做三个月就离职了 OK 正凯你呢 因为你也会常会要碰到一些像这样 对 因为我去的地方就是 除了庙宇室之外 就是多半都是去一些不干净的地方 就因为不干净我们才会去嘛 那我自己也会带 我是带这个是一个老师给我的 它是一个五雷令的护身符 那基本上就是去完之后 它的概念有点像是电池 我觉得就是你去的不干净的地方 它就会释放一些能量 让那些好兄弟不要靠近你 但你也要同时回去充电 把电也会耗掉 但我们老师也有特别讲说 这种比较强大的这种 你不可以直接带着 就直接进去鬼屋 那种感觉像拿着刀子 今天进到人家里面去挥这样 他说你就放在身上 但如果今天有不好的灵体 要靠近你 他碰到这个他自动就会离开 但你也不要拿这样甩的进去 这样子就很挑 就很挑戏 对对对 就很挑戏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平常不是这样 我是有个袋子包着的 就让我放到包包里面这样 OK 那立华在医院 其实说实话 医院是生死香蕉的地方 你会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有啊 你看我手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还有平安符 这都有啊 然后我的包包也都有 而且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我第一次去做采访 遇到那个师傅 然后给人家采脱了那个 那个什么万古种 那个骨灰坛 回来不是就去改 改完从那时候起 我就开始信 然后就开始戴 戴到最后 我现在每个学妹 每年过完年之后 我就会去庙里求神办法 我的家族的学妹 都会有一个红包袋放平安符 从妈祖庚到哪里 就是我都会放 每个我的学妹 都会身上带一个 然后我还会真的跟他们讲说 要保佑你平安 然后念她的名字 然后请神来保佑她 OK 可是老师 刚才讲的这几个案例 都有附身的情形吗 而那个附身为什么 因为我刚听到的 可能都是女性的 往生的 但他都找男性的离世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会特别说是女性 然后遇害者是女性 他有怨念 然后他去找一个女性 不会 他是不管性别的 对 他不管性别 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 跟本身 比如说被附身者 本身的身体的磁场有关系 那但是呢 其实有一个部分 比较特别的 要被人家杀害这种现场 通常这种灵 其实说实话 它是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我有一些 可能我想要怨恨或什么 可是事实上那种怨念 没有那么强 他不能直接去找 那个人算账吗 就是他一定要附在 一个人身上 像刚于婷讲那个 他附在一个李仪师身上 然后冲过去抓他或什么 他不能像我们看电影那种 就是晚上 你为什么 他说不行 不行 这不行 有时候 其实我刚才讲 跟他本身有关 因为你也知道有些 因为被杀的那个像 他其实是惊恐害怕的 所以甚至有时候 我们曾经有遇过 比如你要去这个房子里头 平常有时候都会听到一些声音 可是真的要去那个时候 他们都会躲起来 为什么 因为在他被杀的那个现场以后 他们是害怕 他没有地方躲 他甚至他 所以他会躲避任何那个 可是自杀的现场的灵 来说的话 他们代表说他们怨念 执念比较强 这种灵通常有时候真的要是 让他复生的话 那个就比较麻烦 有时候甚至他有可能让 复生的人去做一些 相同的事情 老师你有处理过像这样子吗 就是那种怨念深到 很难化解 要怎么样用尽各种方法 他才能够放下那个执念 当初有个女孩子 她的老公因为欠债 可是因为欠债很多 照理说我欠这么多钱 我要跑路 你不跟你家里能讲 他就跑掉 可是问题是她的老婆 她的老婆 妈妈 他们都没办法 都不会跑 然后她老婆的话 这房子也是她的名字 所以她就想说 我就守这房子 搞不好我老公会回来 可是问题是人家 当人家来要债的时候 他才不管你 我管你是你老公欠的 还是你欠的 他就是反正 你就是要把钱拿出来 把他推倒 他脚一踹 就好巧不巧就踹他 像孕妇的肚子一头 那个孕妇的肚子一头 然后那个人就走 女的不行了 完蛋了 越来越痛 而且脚边开始流血 流那个羊水出来 赶快打电话 后来到医院去 结果你怎么来不及 就流掉了 流掉之后 这个女的越想越难过 老公牵了一屁股再跑掉 然后自己小孩又没有了 想不开 当天晚上就在那个房子里头 就想不开了 想不开之后 其实说真话 那家里头还是要处理 送到宾馆去 然后再放在宾库里头 头七啦 可能七天之后 他可能要做一些处理 但是家人去的时候 总是要会去看一下 他那个人 一拉开吓一跳 为什么 我们有遇过两种 有一种是 人来讲叫七孔流血 七孔流血 那就有可能是 如果他是七孔流血 我就会断定说 他老公知道这个事情 有到过现场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当他一直思念 或想着那个人 家人来的时候 叫了他的名字的话 有时候会瞬间七孔流血 可是他没有 他只有眼角 嘴角流血 然后手上 这个手感觉就好像 而且手上有血汁 到这个地方来 其实我当时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说真话 他们百事不得其解 我也是一开始 我也是觉得 有点愣了一下 因为你七孔流血 怎么可能流到 这边会沾到血迹呢 后来再想一想之后 好不安的话 跟他温温开始沟通 他很神奇 他觉得他要报复 怨念没办法放下 后来好吧 那既然这样的话 再跟他沟通 没办法想要想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给你一节桃枝 那一般这个桃枝 通常可以让他当成 这个所谓法器 让你去复仇 然后说真的 他的手本来是 你看他手是握着的 那个手 你在帮他弄的时候 本来一般的 当然扳不开 因为冰的 然后一扳就开了 放进去 给他握着 握着之后 后来再跟他沟通 好耶 那个本来冰在里面 是白白的 突然间脸色变红润 我说好 没关系 其实他心里执念一方下 因为有人在瞬间 终于有人 站在我的旁这一边 有人愿意帮助我 他那一瞬间 他的愿念执念方向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啊 因为 怎么可能 立华 因为这冰都 如果已经是在 在冰柜里面拿出来 那个脸色会变 这太奇怪的一件事了 可能他们讲太久 退冰 那要讲很久 他刚刚不是说 要跟他沟通很久吗 要讲很久 最后想出桃花枝才好的 他前面不知道沟通多久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是说有时候你知道 有时候他们要帮他穿裤子 穿鞋子 穿那个时候 你只要跟他讲 你不跟他讲 他怎么样都穿不上去 你跟他沟通 他马上放软 真的喔 会喔 我们在大体也会这样 因为我们那个 气绢的时候也会 那这又是什么状况 你科学解释一下 那个因为那还没有到八小时 还没有濕 那个濕浆还没到 所以还可以动这样子 那他一开始没有动 是因为他有 僵直性关节炎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 可是谢老师 你刚刚讲那个 要给他淘脂当法器 当法器让他去复仇 晚上会去找人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 真的喔 我们遇过很多 他基本上有一些是给淘脂 老人家有的给他拐杖 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 后续的一些那个 OK 可是像这样一些情形 如果讲说 那个怨念这么深 另外你有同事也是因为 好吧 那可能就是小孩 一直都腰折 一直都流产 后来才发现原因 不是单纯出在体质问题吗 他其实因为怀孕 你知道吗 我们像我是三次对不对 第三次成功 就已经是 就是大家都已经知道 你想想他怀七次 怎么会没人知道 所以大家到后面 他一怀孕 大家都非常地在乎他 你懂吗 我们就尽量帮他 你什么都不要做 大家可以做 对 可是到第七次的时候 终于已经到第八个月了 那我们就想说 都八个月了 那终于可以顺产 他就说他前天睡觉的时候 就突然莫名其妙地 就好像特别累 然后就睡了 到早上起来就说 因为都已经六七次了 胎动会很明显 今天怎么都没动 但是他自己就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想说他就到医院来检查 一检查又齐到警惕 而且已经过了 那个黄金时段 对 那只好就又隐产 隐产完之后 还蛮幸运 他真的还蛮 高容易受孕的 然后又受孕之后 他这一次就选择回家了 就真的离职回家 门也不出什么 就是我们讲的 大门说说 专专专专专专的 就完全就在家 总快顺利平安的吧 那我们因为离职 他就是说终于生了第九个 我们说有九个 他就说因为第八个 后来还是不见的 那但是第九个 怎么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好奇了 他说他有去问师父 师父有告诉他说 原来这个当事人本身之前 他是什么双胞胎 然后因为哥哥在生下来 跟他生下来之后 就是哥哥什么夭折了 然后因为哥哥 就好一点不爽就对 就是有点怨念 觉得说为什么你活我没活 类似这样子 师父说他就不高兴 所以只要你有小孩 我就把你留掉 你有小孩就留掉 所以后来是请师父 今天都做了好几次的 那种有没有 然后才把他弄到 第九个才终于成功 郑凯这算不算是 类似英灵型的 就是因为那个双胞胎 哥哥没有留住 然后妈妈长大以后 怀孕老是会流产 郑凯有采访过像这种 像类似英灵的这种 其实蛮多的 我记得这个案子很特别是 我那时候是去一个法师家 他就说他曾经处理过一个案件 找他是一位妈妈 这个老公在家里上吊亲生 然后没多久 隔了几年之后 他们家里都装潢过 重新装潢过 变成他小儿子 也跟着上吊亲生 然后这个妈妈就其实 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就觉得 这个家应该出问题了 那这老师就去帮忙处理 因为他说 我就剩一个大儿子 他现在大学快毕业了 我不希望他回到这个家之后 他也在这边结束 而且这个妈妈本身 已经有哀磨了 那这个老师就回去处理之后 就问了他的观世音菩萨的主神 然后去天明天降 去调查怎样的 回来之后的讯息竟然是 阴灵业障跟因果循环 这个老师听到之后 他就大概心里有谱了 但他也不能直接问他说 你是不是剁过胎 这样不礼貌 他就问他说 你们家里是不是 曾经有小孩留掉 那妈妈听到这个话 就稍微震了一下 他就承认说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很爱玩 就跟了三个男人拿过小孩 所以他拿过多少 他不知道 他只要跟三个男人都拿过 然后他就说 那就调查没有错的话 就是其中有一个小孩 他是非常生气的 那他被拿掉之后 你也没有去供奉他 你也没有去理他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你周边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不能直接对母体进行攻击 所以他就对他的老公 对他的小儿子 那大儿子因为在外面念书 所以好像就没事 那就对他这样子 才导致他们就是有这种状况 就在家里亲身 后来妈妈就很悲痛 就请老师帮忙 就把这个阴灵请来 跟他好好谈 说念什么忏悔咒 什么之类的 然后回向 然后在法师带领了下 在神明旁边休息 这个怨气才消弭掉 他这妈妈后来没多久也就过世了 就是过世了 然后大儿子也不愿意回到这个家 那很有趣的是 这法师就把这个地方买下来 他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然后呢 然后就做成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做完工作室 就是你去了那个地方吗 对 后来我就想说回去的路上 我就坐在采访车想说 不对啊 他做工作室 他不是说我又有去工作室 我刚不就在凶宅里面 跟他聊天吗 我想说其实整个过程 我并没有觉得不舒服 因为他在基隆感觉会下雨 那天没下雨然后阳光洒进家里 其实没有开灯也很亮 然后他请我喝一季咖啡也很好喝 然后我整个过程我也不觉得哪里怪 就很OK 是我回家 回去路上我一直在那边想想想 对啊 那刚刚那不是凶宅吗 对 可是 小小姐刚才讲到那个殷灵的报复 但听起来尤其像郑凯讲 那个是蛮凶的殷灵的 因为他的报复方式是 是要亲生的那种 而且明明是妈妈 对啦 因为要拿掉小孩 是妈妈这个地方 可是为什么是他的爸爸跟小儿子 两个他为什么不直接找妈妈 通常这种情况代表妈妈当时的孕比较旺 我们其实 我们然也有十年大孕对不对 你现在气很旺的时候 他有时候他虽然可以在你旁边 但他没办法靠近你 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就会找身边周遭 气比较弱的 孕比较弱的人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讲 我们曾经遇过几种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第一种就是 他其实是这样 他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 他这个小孩虽然是我是第一次留掉 可是事实上有的小孩 他在几次的投胎的过程中 他是投来你这边是第一次 但他事实上几次的投胎的过程中 都被拿掉了 事实上有的小孩他在几次的投胎的过程中 他是投来你这边是第一次 但他事实上几次的投胎的过程中 都被拿掉了 那民俗上面来说通常一般如果是法师 在处理这种案子的时候 第一个他有一个法师叫做送留虾 虾子的虾 但是也有人把它写成虾 因为谐音嘛 就送老虾 因为他是虾还是虾 所以有两种写法 但是都是处理这种的方法 那送完之后处理完之后 那他当然就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院内很强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直接把他送走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个 专门在处理这种的时候 他会把它刻一个木头的娃娃 然后你看到眼睛 把它用红布把它包起来的那一种 那一种都是就是比较凶的 那个必须要让他在 可能他们在处理的过程中 时间经历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 他的力气逐渐的 因为跟着修行中 力气逐渐慢慢消磨之后 才让他再去投胎 要不然的话 如果你直接把他放进去 他有时候就会产生 像刚刚讲后来这种情形 一个一个 家人其他就跟说 眼睛蒙住的意思是什么 蒙住就是让他不离开这个区域 找不到地方出去 他就一直在这里头接受修行 他就只能在这里头 其实我不知道 正海刚刚讲那个 搞不好他后来买下那个 是不是他 自己要镇住他 那个就在那里修行了 也不一定 所以正海跟那个 那个英灵可能在一个屋子里面 共处一室好久 一起听故事 他有可能 对啊 而且他可能长期就在那里修行 其实泰国很多那种 已经有成型的 那这种他们也都不处理 他们也是就是把他供起来 然后开始就是 就那个英师 就直接供起来 对啊 就供在那里 我之前有看过 他就处理 然后开始念 每天念周 也算帮他修行 修到比如说他前面要打订契约 我们订契约 比如说三年六个月 我前面六个月我帮你修行 后面三年你要帮我做事 然后之后他如果第一次完成了 契约完成 那你可以再跟他再订契约 再订第二次契约的时候 你就要帮他塑金身 就用那个金箔 把它推起来 所以你看到 黑黑的那个 大概就是第一次 但是你看到有那种金金的 那个就是 就是已经他已经 对已经帮他开始在塑金身了 通常大概只能再续一次契约 之后就不行了 跟连任一样 只能连任一次 不是 他长大了 英灵他长大就变大人了 我们曾经有遇过一个 这个女生走的特殊行业 他也是让他来帮他 然后OK他生意很好 很好没有想到后来到后面 他其实要去找 原本那个老师找不到了 没有办法帮他处理 那他也没办法 那就好吧 那就继续吧 英灵其实跟小孩 跟正常小孩一样会长大的 所以后来到后来 那个已经长到 变成青少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女主人就被侵犯 他后来被 然后我们再处理的时候 是因为他被侵犯 他就跟正常一样 是喔 是 他会长大到 那他 是梦中被侵犯 梦中被侵犯 那其实他因为一次两次 他觉得不对了 后来没办法 就去帮他处理 周老师你刚刚讲那个木雕的 那个木身 然后要把他绑上红金 眼睛要蒙住 如果万一有人不知道 譬如正凯如果 如果在那个地方聊一聊 突然看到 这什么 然后把那个 打开 那个布如果打开会怎么样 解开的人会被刷掉 我下次就不会来 是这样子喔 对啊 再来这些你说 就是民俗上的一些说法 可能有很多事情 他就是很玄 他就是很玄 然后你听到 像譬如正凯刚刚讲 如果不是回家路上想一想 对啊 在那也OK啊 你觉得那房子也都OK 但是当你一回头想以后 会不会就怪怪的 可能下次就约出来喝咖啡 就不会 就不会 就不会觉得 特别喜欢这样 对啊 他就会是这样 可是你刚刚讲到说 如果不管是英联 或什么 大家常常听到这些 可是还要告诉你 你也不要因为 好 譬如说有一些妇女 曾经有过流产的 或是影产的 类似这些 你也不要因此 听完这些以后 然后你就别人说什么 你要花多大 多少钱 要去弄什么 老师很多是这个样子啊 好 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说 通常观众朋友 如果你在四个月内掉了 你就不要太紧张 因为通常他那时候 还没有成型 他还没有淋进去 曾经有过 搞不好一个月就掉了 可是旁边有时候一讲 你就会很害怕 然后就会可能会就被人家 被人家骗了 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 对 这个还是 怎么样 立华 你们两位对这个 好 来 不是 因为我要附和 因为我为什么要等老师讲 我要附和他 我就是 因为我老大就是五个多月 老二是三个月不到 那个都是很正常 然后我们就是很虔诚地告诉他 就是说我们没有缘分 然后你就随 然后我自己也跟神明跟什么的 我都有讲说 如果有缘再给我 如果没有我就会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有好好的对他 所以不要想太多 因为那些可能就是没有处理好 就像刚刚我们讲 他可能 你看他跟三个人有三个 可能就是没有尊重生命 对不对 老师 他没有尊重生命 他才会生气 好 OK 但最起码就是不要被人家骗 骗财骗色的很多这些 那种花大钱或什么 来 玉婷 我想问 因为很多都听说 就是有心跳就是有那个 我想问老师 是有心跳就有灵了吗 没有 没有 其实我一般来说 我刚才讲大概在四个月 四个月之后 他正式的灵才会进到里面去 所以通常如果太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脑部 其实你可以想 他只是有那个时候 他脑部还没有发力 还没有灵 灵式 古端叫灵式 他还没有灵式的时候 他比较不受影响 OK 对 OK 好 那我们也开放 观众朋友 你现在可以电话收音进来 你还有什么相关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请教老师 因为这些我相信 还有很多人听 我们也是要让大家事宜 包括也不要被一些 你不知道懵懵懂懂 然后反而你所谓会被骗 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雨婷刚提到说你们这一行 然后过程当中 有没有人因为体质或怎么样 你有碰过 还有黑令旗的 就之前就有听说 我们有前辈 他有没有经历过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火化厂 来了一个年轻人 心静的 那这天他就是帮一个阿嬷 就是火化完 然后剪完骨了 他就没事了 他就去休息室休息 结果他就睡着了 然后结果他竟然就是做梦 然后就梦到有一个中年的女生 恶狠狠的就是死盯着他看 然后他就被吓醒 但是后来竟然这件事情 不只发生一次 第二次他不只恶狠看着他 还露出邪恶的微笑 然后第三次他不只恶狠看着他 露出邪恶的微笑 他还离他越来越近 就是跟鬼片眼的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砰砰砰那种 就是非常可怕 接下来他就开始身体出状况了 他就没有办法吃 吃不下东西 一吃就吐 那就去医院检查 可是也检查不出原因 然后到后来他已经就是 精神有一点崩溃 没有办法工作 因为他一直吐 没有办法没有进食 他还要去医院掉点滴 然后到最后他是躺在床上 都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 前辈说当初那个 他活化的那个阿嬷有没有 好像就是被活活饿死的 就是饿到身体机能整个坏掉 然后过世 可是关他什么事呢 对 后来就听说那个阿嬷 他在精神失常前 也会看到一个女生 然后像这样子就是盯着他 家人带他阿嬷去做了各种检查 但是都没有结果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家人就去找法师 然后法师一调查 就发现那个阿嬷在某一世的时候 跟他的先生 就是内世的先生 虐待他们的婆婆 然后把他婆婆活活饿死 那这个婆婆就是 非常非常的生气 然后发誓要找他们报仇 法师说他有黑令旗 所以他没办法介入 没办法插手 最后阿嬷就这样走了 那大家就在讨论 就在猜测 说这个男生 这个年轻男生 会不会就是内世这个阿嬷的先生 然后被内世的妈妈 就是这个女生 就是来报仇 找到了 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 因为原本的话 夏老师 你说对这个工作人员 如果讲说那个阿嬷是 前几世有那个 就是因果循环轮回 但是对这个人 他不过如果只是去工作的人 关他什么事 好了 余庭康找到 最后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也许还找得到 但如果不是 那这工作风险多大 这怎么会没事 你们大家的几辈子的恩恩怨 要算在我头上 而且黑令旗请了 真的很难介入 黑令旗请了 真的很难介入 对 因为黑令旗 毕竟他必须要到地府去 然后跟炎王申请 而且他要申请通过之后 下来他才可以拿着这个 所以民俗上面来说的时候 除非一般来说 除非你很高级的上神 一般的神其实是没有办法处理 有一些老师因为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 其实他是因为我看不到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拿黑令旗的 我以为他就跟我处理的 过去的所有的案例都一样 所以有时候 有些老师在处理完之后 几个月大概在半年内 很容易就会突然间 眼睛突然间就失明 或者是突然包庇 就是你处理的这个案件 不是跟你以前处理的一样 他是拿着黑令旗来的 会反噬到老师身上 我遇过最轻微就是说 A老师介绍给B老师 后来大家就说 那个B老师处理没有处理完 人家找他 然后后来就回头来找你 后来这个老师 因为我是听到 他说他前面一个案例是这个样子 他就说 然后那个老师说 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 你不要再打电话 他说怎么了 他说我上次介绍 光是把他介绍给那个老师之后 他大概生病生了半年 不会好 然后他后来知道 他就是不应该介入 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情况是 就是说帮他介入之后 然后半年之后 比如说他再打电话去说 那个老师你不是说 我这个你要帮我处理好吗 然后如果没有好的话 还可以再找你 他家人跟他说 不好意思 那个不好意思 我举例 那个黄老师 他现在已经没办法 帮你处理了 可是那时候他有答应 我要帮他处理 他现在就已经做生了 就已经往生了 他就是前面有多久就暴毙了 那我怎么有办法 再帮你再处理 所以当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因为这是黑令旗 那我也 我就算是法师 我也有一定的规矩要守 他后来才告诉我 前面处理的面 每一个就是后来出事情的 这几个老师的事情 所以老师 你们要处理每一个案子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你有黑令旗吗 如果有 那麻烦一下 我没有办法处理你这个案子 一定要先看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通常这种 他那个灵都不会离他很远 都一定会在那个 那个出状况的人的旁边 旁边 对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然后他就在他旁边 他就拿一个旗子 老师 黑令旗 不要打破 可是刚才讲的就是 可能在过程当中 要不就是有怨念很深 然后或是有 有积怨的 然后有怀恨在心的 很多这一类 会产生像这样一些情形 还有一种 我们如果讲说 你如果看电影的话 常会出现的一种 另外 电影最常演的一种 是一怨未了 所以他就会出现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 国外有一部电影 就一个小男孩 成长的过程 他看得到 他看得到旁边所有的那些 他旁边有大概五六个灵体的 每一个人就陪着他长大 然后他都很习惯要 跟旁边这些人当朋友了 结果等到长到 譬如到青少年的时候 这几个旁边的人说 我们不能再陪你了 因为你已经出现 他已经变成 他只习惯跟这些人玩 他跟同年龄的朋友 没有办法一起玩 后来他们就说 他们要离开了 结果等到他们离开以后 他的日子就恢复正常了 可是等到大概过了十年左右 有一天他突然又看到这些人 他现在想 见鬼了 我怎么会看到这些人 后来是这些人回头跟他说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愿 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之下 他们就没有办法上那台 我们讲投胎列车吧 他们就没有办法上那台车 他们就希望他帮他们完成 他的心愿 一开始抗拒到爆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些鬼在一起 然后你知道抗拒 他们就会玩一些小把戏 叼你一下 叼到最后他就说 好 我帮你玩 其实那故事蛮感人的 后来是每一个人都有 其中有一个是那个妈妈 那个妈妈是好像 我记得有一天上班 下班的时候 突然车祸走 她最挂心的是 她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 她只想要陪她去看一下 她那个孩子现在长得怎么样 她就带她去 她找人很难你知道吗 她就开始找找找找到 终于找到 我记得那是一个黄昏 她到那边去敲他们家的门 问说谁谁谁在不在 就出来了一个 就是已经长大的一个人 然后讲什么事 然后讲谁 她说她就是 然后镜头就拍她那个妈妈 在很远的地方看着她这个孩子 觉得她一切过得很好 然后那个妈妈的影子 就慢慢慢慢不见了 就还可以上车走 你知道国外电影最常拍的 就是这种 所以其实那个愚言未了 是真的有可能 在愚言也有像这样的一些吗 就是那个愚言未了 然后看到什么的 蛮多耶 可以讲到A4子那么多 那我们有遇过的像比如说 阿公要等电话 等孙的电话 对 那就是等到他来才愿意走 真的有很多时候 要等到最后那一刻 什么亲人来 然后握到手 叫了名字 或最起码 手机讲个电话 听到他才愿意愿意走 真的这样 那我们还有用那个月阳记录音机 录音这样过来的都有 就是说让他解除那个愿望 那我们也有遇过就是 还有那种很感人的 但是也有那种比较吓人的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他 是什么怨念 我们只知道他在那里 就在我们的房间里面游走 那另外我要讲一个就是 我们就是某一个医生 先讲这个跟那个宗教没有关系 跟什么没有关系 纯属就是不小心聊到 他就说 大护士 我那个我小孩发烧 我是医生 我居然给我治不好 他三四天又开始烧 烧了又烧 在干什么这样 我就要说是哦 那有没有怎样 因为他小孩跟我差不多年 我就这样 然后我就开玩笑跟他讲说 不然就这样嘛 反正每次小孩发烧 我们就是爱草 就拿爱草洗一洗就好了 结果他就说拿回去洗一洗 好了 好了他就跟我说 大护士还有吗 我说干嘛 我妈也是 我说怎么这样 好那你就拿一些回去 然后拿了之后 我就说还有吗 我说干嘛 他说最近我也是 我说因为你拿了第三次 我就开始就会幻想 然后他跟我讲说 怎样 我说我现在不是成大护士了 现在是成半仙 我说你是不是最近 你妈妈去哪里 他说我妈妈现在都住台北 我说为什么去台北住 他就说因为妈妈中风以后 他就搬到台北三年了 我说那你这三年有没有回老家 因为住基隆 他说忙啊怎么可能回去 家里都忙到什么 结果答案揭晓了 原来就是他爸爸想他了 他爸爸 他爸爸过世了 那因为他搬走的时候 没有跟爸爸讲 老婆不见了 然后三年都没有给他问候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你先回去 先跟他讲一下 刚好那时候快要清明姐 我说快要节庆了 你先跟他讲一下说 妈妈很好 然后在我那边照顾 没事没事 然后爸爸我知道你想 我也搞不清楚 不懂得这个 没有给你问候什么 他讲完隔天弄 他回来跟我说 解决了 终于知道了 我跟他说好 因为我也曾经有经验 我说这个是好的 好的怨念 他只是想他 想他而已 没事了 我觉得你还是当护士好 对 要不然半仙 每次要去帮人家去做这些 对啊 可是这些 对你也不知道 如果说医生都说感冒发烧 会治不好 对医生来讲一定很难想象吧 尤其是轮着要这样 好那不管是什么原因 可是事情解决就好 郑凯 你在 我们刚讲有很多是遗愿未了的那种 你采访的过程 那种遗愿未了的 有没有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 像刚刚提到那个就是 有一个就是去到他那个凶宅的部分 那也有的是 因为现在我有主持一个节目 那我也不可能每一个故事 我都到现场去看 没那时间 那有些是网友投稿 那印象比较深刻 算是遗愿未了吗 要说比较惊悚 但因为遗愿未了的部分 就是在彰化的一个案件 那是在园林 那是一个网友投稿给我的 他说有一个大学生 他在彰化念书 那租房子在园林 那他每一次回去的时候就是 骑过一片田野 然后看到一个废弃的檳榔摊 右转就有两排的矮房 他住在其中左边的第二间 那当时租房子的原因就很简单 因为便宜 他住进去之后呢 也觉得没怎么样 但开始发生怪事是 他女友送他一个公仔 那公仔就莫名的会被动 那甚至有一天他回家 发现那公仔的头 被扭下来掉到地上 他就用所有科学能解释的方式 没有一个可以解释得了 为什么他可以掉下来 因为他说那公仔的头酸得很紧 不可能是风吹或什么 那天晚上他就睡得不是很好 然后他就是发现睡不好的时候 然后辗转难眠的时候 发现二楼 他住在二楼 窗户怎么有人在讲话 他就顺势看过去 有两个影子看着他睡觉 在那边讲话 他就吓醒 然后就赶快打电话 叫他能够来的朋友 就赶快来他家陪他壮胆 后来来了三个 就是一对情侣跟他一个兄弟 那那个情侣来的时候 他们就一进来 他就跟这个人说 那个人叫鬼鬼 他就说你怎么会住在这 他说你这个房子很脏 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 这个都是蟑螂在爬这样 他说反正我房间干净就好啦 他说那你知不知道你们的一楼 有在拜牌位 他说怎么可能 他说那你知不知道你们的一楼 有在拜牌位 他说怎么可能 他说那时候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从大门进来 然后那个鬼鬼说 因为他每次都是停在侧门 然后车子停了之后 就从侧门的楼梯上二楼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原来一楼竟然有在拜牌位 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 然后他又问说那你隔壁是住谁 他说我隔壁住了一个原住民大哥 但我很少遇到他 他说他的门贴了一个黑色的抚尾 他发生什么事 他说我不知道 但他应该还活着啦 这样 然后他就觉得很怪 反正就整个事情过完之后 那天晚上 那个情侣的女生要去上厕所 他是个老旧的厕所 他说他在上厕所的时候推开铁门 拉起来的时候 他才刚上那灯泡突然间就灭掉 他就很清楚听到一个女人 在他耳边叹息的声音 他就尖叫抓到他男朋友 就不敢在这边就冲回家了 就剩一个男的跟鬼鬼嘛 后来过了一阵之后 那鬼鬼还继续住在那 有一天他在家里玩了几十通 那时候很久 十几年几十通玩天堂 他就听到原住民大哥回来了 原住民大哥还带了两个朋友 在他的门口聊天 他就听听之后没多久 就看到原住民大哥敲他们就说 那两个是你的朋友吗 他说不是啊 那不是你的朋友吗 他说不是啊 那两个人很怪 我一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他站在你的门都不动 就像站在你的门一直看你 然后还跟他说 就跟我说什么 我们要出国了 你跟他讲不用害怕 就指那个大学生 我们很快就见面了 就讲这句话 然后那个男大生听完之后 整个毛就竖起来 他就想到是 那个窗户的那两个人 他就马上打电话去给房东 问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房东才说 他其实是第二房东 前房东呢 就讲到这是一个凶宅 他隔壁的那个原住民大哥住的房间 之前有两个男的 因为债务问题呢 就轻身 烧炭轻身 所以他贴了一个符 那可能贴了符之后 那鬼就不能在那边 不知道是不是 后来第二就是 在厕所那个是房东 前房东的妈妈有忧郁症 但那前房东妈妈很喜欢这个房子 所以他就在忧郁症发的时候 就在二楼的这个厕所那边上吊轻身 但是怎么请都请不走 所以那个房 前房东就干脆把这三个人排位 后来就放在那边拜 就很奇怪 那我觉得应该也是不合宗教逻辑 那前房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转卖之后 那新任房东也不敢把他请走 就继续拜 所以那房子其实就有三条命案在里头 OK 可是那个明明是在那个原住民大哥的那个房子里面 出现的是 因为摆个黑色的符咒 里面待不了就 就来找对门吗 就这样子吗 而且还说要出国 我不知道出国 他是讲出国 但我也觉得怎么可能 结果可能 疫情还是怎样 反正就是我觉得说 会不会是他有隐喻说 我们会先远行再回来 然后说我们暂时先不在这 他可能不能跟他说 我先去阴朝地府回来再这样 那原住民大哥一定吓傻嘛 他简单说我出国一下再回来 然后甚至还留下一句说 我们很快就会跟他见面 对啊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有提到一个重点是 他说他在那个门口贴了一个黑色的符 那一般来说黑色的符 如果没有错的话 一般来说应该是北极悬天上帝 他在办事情 他的符会是黑色的 然后贴在门口 那一般来说因为处理的时候 有时候一旦房子有出现状况的时候 他贴上去之后 他不太能够再进这个空间里头 我举个例子 我在 我以前住的地方 曾经有过一个在士林那个地方 我提过就是说我的房子 是我们那个房子 有一间鬼屋是这样 比如说好 这一间长条形的是鬼屋 然后那边房子很长 所以他的头 是这边是鬼屋 但后面其实是正常的房子 但后面这个房子就不安宁 然后接着旁边侧面 只要跟他相连的每个房子 也不安宁 我曾经讲过就是 我曾经在半夜回来的时候 发现他隔壁就是所有的人 通通站在门口 我想说你们这么早起床 列队欢迎 对 在那边聊天 然后他们都没有想不敢讲 后来他还说 原来半夜的时候 他整个公司 他那个店面 有很多很多的电脑 通通全部自动打开 然后那个打字机每一台都 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想 所以他们全部都吓到 都跑出来 所以有一种情况是因为 闹鬼 闹鬼的房子虽然是这一间 可是因为他跟他紧铃 他不太能够再进去的时候 他只好到旁边的这个房子里头来 OK 我曾 我们遇过这种类似案例是蛮多的 那因为我自己曾经亲身租过 就是说我自己租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 我没有碰到 但是因为我房子当时分割 好多的房间给人家 就别想到每一间都有遇到 我是到后来才知道 我说那你们怎么没有跟我讲 他说我们不敢讲 所以才会遇到这种情况 可是刚才这个还讲说 尤其那个拜牌位 这为什么要把人家牌位 摆在一楼上 不过我觉得那个 赵鬼鬼也是 他就是不走他们 人家也没有要骗他 人家就是摆在一楼上 为什么要在那里拜 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他 基本上因为这个 不是他们家的人 所以他不可能放在家里头 我曾经有遇过几个 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在林森北路有一个房子 台北也有一间 也有半排位 他是在他把他整个都 后来最后都移到顶楼去 都在顶楼 然后在桃园也有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 应该那一去已经荒废了 那当时以前那时候 就是说因为死掉太多的人 后来他把所有的排位 通通移到7楼下 所以你如果整栋大楼 你如果走这边怎么走 你都没有看到 但是你一定要走到这边来 突然间发现 那个棋楼下面有一排 整排都是排位 很有名 非常有名 那老师住在那里 会不会受影响 住在那边会受影响 谁还敢住那里 我曾经有遇过一个 就是他应该是原本的 算是当地的一个业主 可是因为他买了 他没有地方跑 他住在那边 那我就说我们有问他说 那你不怕吗 他就说不会啊 我们不会怕 可是我告诉你 他24小时放佛经 而且放很大声 那就是 所以你说他不怕 还是怕 OK 对 其实你说透过今天的节目 是要让大家知道 对 不管说是有怨念 或是有愿未了 可能真的就是有一些 包括讲林吧 他就会留恋在一个人世当中 可是如果你真的在想 只要不做亏心事的话 基本上他应该也不会 也不会漫无目的了 然后四处去找相关的一些人吧 不管怎么说 多做善事吧 心存善念吧 这些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白天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 所以敲门 OK 最后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甚至有此 我们下次见 拜拜